先说结论,Flux 2这一次给大家端出来一坨大的,是的,非常大,哪怕是FP8的模型也有35G,而完整版更是达到了恐怖的64G,然而整体表现非常差。 首先是速度测试,使用的是FP8模型,显卡是5090D,首先运行文生图,第一次运行花费了82秒,第二次花费了26秒。 接下来是测试多图编辑,提示词是,将图1的背景颜色改为图2的颜色,可以看到不仅没有修改成功,时长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47秒。 下面只使用单图,提示词改成将背景颜色改为蓝色。 这一次背景颜色倒是修改成功了,但是原图背景的图案没有了,时长也达到了72秒,这是在5090D测试的,这个时长几乎已经告别上用了。 下面我们测试宽列里实现同样的功能,同样是改变图1的背景颜色为图2。 可以看到效果非常好,并且时长只有62秒。 下面只使用单图,提示词改为,将图1背景颜色改为蓝色,效果也非常好,并且时长只有22秒。 下面需要重点介绍的就是即将发布的模型,Zimage,在模当上面就可以体验。 特点是速度非常快,2秒内就可以出1280的图片,并且生成效果非常好。 下面是赛博斗区区环节,使用图片反推提示词,使用纹生图测试各大模型效果。 首先上场的是Nano Banana,效果非常的好,甚至绒毛都清晰可见。 接下来是Zimage,不论是图片美学,真实度,生成速度都非常优秀。 接下来是豆包,各方面表现都很出色,第一梯队水准。 下面是Quinnimage,真实感方面差很多,饱含度也偏高。 接下来是Flux2,语意理解方面非常离谱,毛发表现效果还不错。 而Flux1却能正确理解语意,但是画面非常油腻。 接下来纹生图方面,Nano Banana2仍然是遥遥领先,紧随其后的是豆包,Zimage。 接下来是Quinnimage,Flux2仍然非常虚假,而Flux1虽然真实感好一些,但是不能准确处理文字。 接下来是高难度的复杂皱纹皮肤处理方面,Nano Banana2仍然是效果最好的。 Zimage紧随其后,豆包也开始变得油腻。 Quinnimage效果也不好。 Flux2仍然透露了虚假感。 Flux一手指头都没画对。 测试之后得出结论,Nano Banana2货的冠军,Zimage货的亚军,豆包货的季军。